當時我就勸他 我說你千萬不要跟當道作對 我說你去挺柯文者是錯誤者是誰 我說你現在唯一的最好的一招 你就找你的律師商量 看看可不可以當污點證人 我說那還有第三招 我說你快點就出國 你不要回來跑路 對不對 這XX搞半天 回來被收押了 所以他自信心爆棚嘛 你明天快點去跟檢察官招了吧 我知道檢察官狠狠 我沒有想到這麼狠 他真的不惜整個精華期待 微經濟在我前面土崩瓦解 我也不在乎你今天 沈經濟的命能不能維持住 我這個案子逼下去 就看你沈經濟剛剛講 你本來做得如意算辦事 反正我官司繼續打 我的房子繼續蓋 我的房子繼續賣 可是現在我要告訴你 你沒有房子了 你的精華層已經變成了泡沫了 接下來是你要不要你這條命了 保佳我這樣子 我大概兩三個月前到這個 威京的中宮大樓 我跟沈經濟單獨談了一個小時 我現在把這個話再重複一遍 當時我就勸他 我說你千萬不要跟當道作對 我說你去挺柯文 對 然後我沒有要做對啊 但是他是賴皮的 我說我 因為我不是要跟他溝通 對 他找我去問我的意見嘛 那我的意見我就 我就 我好朋友我就告訴他 我說第二點很簡單 我說你現在唯一的最好的一招了 你就找你的律師商量 看看可不可以當污點證人 早點當污點證人 你就把這個事情了掉 對 你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沒有的 你知道吧 他說我沒有送 我沒有送紅包啊 我沒有賄賂啊 沒有 我說那還有第三招 我說你快點就出國 你不要回來跑路 對不對 我說這現在最簡單 你等他那個案情穩定了 你再回來也可以 結果搞半天 回來了 他回來被收押了 我當時我提醒他 我說你這個情況會被收押的 他不相信我的話 他跟我講 我說你最少 我說你會跟吳東靜一樣 交保也是一億元起跳 不是便宜貨 就莫名其妙 你又背了一個債務出來 我知道情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你看今天這個事情 如果當時一開始被收押當天也好 他已經收押了快一個多月了 對 但是配合檢方 不是這個事情就沒有了嗎 他的美夢就可以繼續成真 對 就是講簡單的嘛 你就是吃硬不吃 吃硬不吃 敬酒不吃吃罰酒 對啊 你就擺明了就給你進口 你不敬酒你不吃嘛 你非要搞到大家緊張 非要把你宰下去的結果 然後你現在搞得很簡單嘛 北檢真的要宰他了 不 很簡單嘛 就是魚死網破嘛 這就是魚死網破 沒有這戲好談的嘛 你看著辦嘛 對不對 而且這裡面 剛剛宇軒講的也很有道理 他這個案子把你壓了以後 他在把你扣壓之後 會發生什麼結果你知道嗎 你人也出不去了嘛 因為你不承認嘛 對 所以你要 他很簡單 你變成讓他延壓的理由存在了嘛 他本來只要兩個月半晚 對 不會的啦 你沈靜靜也多壓兩個月嘛 讓你在醫院住沒關係啊 對 你是借戶住醫院 就跟你去醫院住到啊 手銬靠到啊 外面租位景 三班給你看 給你看護啊 然後他現在 那之後什麼結果 我告訴你好不好 一個企業碰到像這種情況 叫什麼 叫做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 所以他這個公司有一個特性 他這個公司就是沈靜靜一個人的擔任 一個人公司 一人公司 他所有的聯繫 他的關係 他的送紅包收紅包 不管怎麼搞啦 都是沈靜靜 人賣出他一個個人嘛 他關在裡面的話 這公司就倒閉 就這麼簡單 所以沈靜靜現在喔 檢察官才不知道沈靜靜的情況 我今天講的權威說法 就沈靜靜現在最迫切是幹什麼 明天快點交保 因為他不怕 因為每一個企業都會碰到危機嘛 可是你在坐牢的時候 處理不了危機的 你在裡面是沒得搞的 你在外面來搞 他快點從那個醫院爬起來 快點跟檢察官寫自白書 快點回他家 交保一億兩億交保 然後還有機會救嘛 救聯代銀行 救台北市政府 跟蔣公安球下跪 他還有很多招可以用 對 可是你也躺在那個 借戶就醫 躺在那個台北看守所 你一點都不能動 這會是什麼 時間不斷地消失 然後你越拖 檢察官就越狠 狠到最後你就是 老命都沒有了嘛 你剛剛講的嘛 對 所以他現在唯一的一招 我跟你講 如果盡量 因為他個性很硬你知道吧 沈靜靜是很new的一個個性 他什麼事情他不認輸啊 當時你在講批評新華城的時候 他還去告猶俗會你記不記得 他曾經寫過一本書啊 講他自己的 他講他自己的過去的這個 這個這個自傳耶 他過去寫過自傳你知道吧 他寫過自傳 他寫過自傳的名稱好像是叫做 什麼名稱我忘記了啦 結果 結果檢察官就憑那個自傳 把他給起訴了你知道嗎 他自己檢察自己的犯罪 所以他自信心爆棚嘛 所以我現在講這段話是語重心長 希望他的醫院有聽到 你明天快點去跟檢察官招了吧 把那個冷錢包 那個太達幣 到底在哪裡 通通講得清清楚楚 然後你還有可能後天給你交保 否則多拖一個禮拜 我告訴你很簡單 就是年代銀行抽雲根 我們會有一個 他們年代銀行裡面會有一個 叫做提前還款機制 你知道吧 合約給你訂的是三年五年 可是一旦發生什麼情況不對的話 我啟動那個提前還款機制 立刻抽雲根 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 他公司整個企業會倒閉啊 所以明天快點去找檢察官 把柯P的錢包在哪裡 交代清清楚楚 還有機會活命 拖一個禮拜就掛了 所以剛才講是 柯文哲這個禮拜做了一個 非常奇怪的動作 這個禮拜的動作就是我拒絕應訊 你說拒絕應訊 你倒是講 你要付出很大代價 沒錯 你可以說我去了 我不講話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在那邊 我不配合也可以 可是你去都不去 剛才講對院檢雙方來講 都是非常不利的一個結果 你有可能被延長擠壓 你有可能在法官的心證上面 做打了一個更大的殺殺 可是他還是這樣幹了 他還是這樣幹代表 他已經收到了一個非常大的訊息 這個訊息對他非常不利 他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 你說這個訊息 就是審訊金招了 審訊金認了之後 柯文哲所有的防線全面崩潰 沒錯這個山陀爾颱風剛過 現在整個政壇要刮起一股 叫做柯萊爾的這個颱風 柯萊爾颱風 柯是柯文哲的意思 萊爾就是大家要揭開它 是個騙子的真面目 有這麼嚴重嗎 為什麼這樣說 寶貞我跟他講 這個柯文哲在10月1號的時候 他就說 檢調拒敵他的時候 他就說我拒絕 我不要這個 我不要去應訊 為什麼他不要應訊 寶貞 因為他心裡內心的這個長城 完全崩潰 他的馬其諾防線完全崩潰 他當初所架構起來的 你人我有很多人都不會說出來 金流你也查不到 那什麼USB你也破解不了 海外帳戶你也破解不了 我的簡訊什麼 我的手機你也破解不了 可是寶貞我跟他講 現在一個一個 骨牌完全都倒下了 全面崩潰 對沒錯 因為我們在他之前 非常得意的上課講說 他在講求徒理論 求徒理論剛剛講說 最好的結果什麼 大家都不要招 這個是大家最好的 可是這個人性上違背 所以你怎麼樣突破這個人性 是他在思考的方向 可沒有想到 這個求徒理論 其實有最關鍵的兩個人 最關鍵的兩個人 一個是沈慶晶 一個就是柯文哲 你說 沈慶晶的這個求徒理論 對 他撐不住了 我就問你現在沈慶晶人在哪裡 在醫院裡面 他在醫院 對他從9月5號就一直說 我要這個聚保就醫這樣說 從9月5號 然後他當時的這個檢調意思 你又沒有出具相關的這個證據 可是這樣 9月25號他被這個約談了 14個小時之後 沒多久他居然就住院了 抱歉而且 9月20號他約談之後 接下來有非常多的大動作 朱雅虎跟李文中 才會今天被收押嘛 所以說沈慶晶被約談了14個小時 沈慶晶可以住到音樂裡面 對 這是一個重大訊號 當然他告訴你什麼 他可能已經講了非常多重要的事情嘛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他看到接下來 朱雅虎跟李文中都被收押了 而且朱雅虎還認罪了 那我還 我能夠怎麼樣呢 對不對 而且今天對他來講更不利的是什麼 今天彭震生也被提訓 然後映曉偉也被提訓 還有另外 吳順明是第一次被提訓 他被壓了一個多月 所以說實質上顯然 因為吳順明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 所以顯然有更完整的拼圖就出來了嘛 那尤其這幾天不是大家有解密的嗎 你這個所謂的 這個210萬有7個人捐給你 你現在都知道了 金華城就跟金華城有相關了 而且裡面有5個人已經承認了 我沒有那個潛事 上面叫我交辦 那這不是對價關係 不知道是什麼呢 所以金華城已經有對價關係出現了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他知道 他現在可能已經真的再撐不下去 所以讓我面對說 這個檢調對我所有證據攤開來 給我致命一擊說 不如我先躲避 我即使躲避 雖然說我未來可能會面臨到刑責更高 但是先讓我想一想 我接下來怎麼面對吧 而且剛剛講的 金華城這個政治選機裡面 這個人頭裡面有5個人已經招了 講得非常明白 對 這個現金是公司給的 對 公司給了現金把他們當人頭 然後再把他捐到了民眾黨 而這個時間就是金華城 剛剛講印小微便當會的前後時間 對 這個時間加上這個金額 加上是威京集團直接給的現金 對 這個對價關係就出來了 對 這是檯面上我們知道有對價關係 但是寶傑我跟他講 甚至目前為止 還有對他更不利的很多東西 他的真面目要被揭開 這樣還有更不利的 對 為什麼 第一個 USB1500這個小省 這個他已經確定了 因為你裡面還有給賴香檸 還有高黃安的帳目 所以1500絕對不是這個時間 是金額的問題 這個已經是非常確定 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之前在質疑說冷錢包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有傳出來 就是說檢調已經掌握了他USB裡面有冷錢包 你說冷錢包找到了 而且裡面還有這個相關的金鑰都被找到了 那你有了冷錢包 你有了金鑰那不就冰頭 那不就解開來了嗎 對 但是問題是你看 上禮拜我們不是講過嗎 我們這個調查局的海外金融情報中心 不是啟動嗎 對 它啟動原因就是因為它找到相關的東西嘛 就找到冷錢包 對 冷錢包 那甚至是有一些海外的帳戶 這個才有 你要海外的帳戶 當然才有這個調查局的情報中心 去跟海外的國家來說 你這個帳戶要怎麼來公開 甚至不是還有一個新聞說說 我們現在要啟動兩岸之間的這個協商 要知道這個 那顯然一定有金流 不然我去啟動這個幹什麼 一定就是有原因我才要啟動 所以我的目標已經很清楚了 我的這個地點已經很清楚了 不然我就像大海撈針 我到底跟誰談都不知道 對 那我是怎麼說是柯萊 聽說他的手機的簡訊也全部被還原了 手機簡訊 裡面過去很多這個資料 不論是在WhatsApp啊 Line啊所有的資料 全部過去好幾年的 可能都完全被還原之後咧 寶姐這裡面 似乎有挖到更多更多的 可能跟他私生活有關的相關的資訊 私生活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 柯萊爾的政治 他的生活不是很單純嗎 他不是兩點一線嗎 他不是每天早上七點半就去工作了嗎 對 抱歉 他絕對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不是 當然不是 你看他連頭髮 頭髮現在都能夠變成是 從白色變成黑色 不是就有人說 他以前可能是染頭髮 現在就沒辦法染 他還故意把頭髮染成白色嘛 對 所以他事實上 他的過去的很多 你看他所講的話 現在離一認證是 他都講謊話啊 所以我為什麼說他是柯萊爾 就是說現在我們可以更全面的 從他的這個過去 跟所有財團之間的往來 他自己的這個金流 甚至他自己的生活 未來都可能會讓我們看到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阿伯會出現 好 所以事實上 剛才講的 你現在把整個時訊 你剛才講 你現在是9月25號 對 開始14個小時嘛 狼狼體訓 9月26號你看到嗎 14個小時 我們當時覺得那非常不尋常 是的 如果今天審計進不配合的話 我幫你叫回去 我幫你叫來 幫你叫回去 幫你叫來 如果14個小時代表 你現在講到東西已經講到點了 你已經講到砍上了 講到這個東西 我不能讓你回去 我一定要馬上追根就底 我馬上讓你劃壓 就算你後面的事後會後悔 我也不能改變你這個後悔的事實 結果剛才講 14個小時的馬拉松之後 馬上提訓了柯文哲 提訓柯文哲之後 馬上兵分這個所謂的29路 開始乾嘛 把李文中激壓了 把豬家虎激壓了 接下來剛才講到 現在開始大動作 所有的關鍵 就在9月25號 9月25號沒多久 省心機就可以住院了 所以才說一切發動點 就是9月25號這一天 他在約談了14個小時 那一開始簡單來說 沒有啦他其實早就已經結束 他是因為這個等不到車 他還故意放這樣的風聲 但是我們都知道說 他那天一定講出了什麼 不然的話 隔天為什麼要再度來提訓柯文哲 那接下來再從這個9月26號開始 密集你看9月27號29路的大搜索 帶回了10個被告還有6個證人 還有李文中還有朱雅虎就被激壓 甚至連朱雅虎都認罪嘛 那後來不是傳出來 原來那些金流是從來 這個所謂那些人就知道 那些所謂的新華城的7個人 那5個人認罪 就是從那天開始出現嘛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 該不會就是沈青青招了什麼還是什麼 然後現在9月30號不是傳喚 新故鄉的這個學者叫孫鳳群嗎 另外還約談陳文中嘛 天生隨乎 對 然後我們 有沒有之前前幾天有個消息說 這個相關的這個心情 看到這個沈青青 他心情滿好的還吹口哨 吹口哨隔一天他就去住院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之前從來你這個檢方要你 院方要你交相關的這個醫藥的證明說 他也交不出什麼個所以然 然後結果沒想到前一天還吹口哨 隔一天就說我要住院了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就住進去了 這個時間點很奇怪嘛 所以你就在住院之後呢 柯文哲聽到說 欸 沈青青居然住院 你想他要怎麼想 欸 他住院了 那他一定是糟了嘛 也就看到了 沈青青上午住院的時候 柯文哲下午 對 我就拒絕應訊了 所以他顯然他知道 這個裡面出大事嘛 那我們就想 事實上這一次的這個政商拼圖來說話 大家都從他的政治獻金裡面 找了非常多 除了我們之前的這個金華城之外 現在大家要找出了三個人名 三個人名分別在這幾個地方 就是一個業姓的兄弟 還有一個張姓的這個女 這個一個張姓 還有一個這個林姓 他們都約莫也是捐了大概30萬左右的數字 對 都是這些 可是現在連接上來的話 欸 也有非常多的這個公司又出來了 比如說包括說這個 這個所謂無姓的這個女士來說 或是張姓的女士來說 他們都跟 譬如說業姓的是跟華泰銀行 華泰銀行 對 然後張姓的話是跟原力建設 事實上你就知道 欸 又有非常多的財團被勾結出來 被勾結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事實上是比較致命的 寶傑 我們就講 目前為止來說 金華城當然有金流 可是現在呢 這個儲惠議員就提供一個資料 就是說 現在有一個資料是怎麼樣 裡面來說 你看民眾黨的捐款裡面 有三位人士 這個吳梅芬啦 陳桂英啦 還有陳奕華 這三個人他們也捐了錢 捐了錢的這個時間點 在2020年這個時間點 然後2021年他們又捐了錢 結果寶傑你知道 只繼續看裡面 他們誰 他們三個人 他們三個人呢 共同在這家公司裡面 這個公司裡面 擔任他們的代表人 你看 吳梅芬 陳桂英 還有這個陳奕華 都在星光 星光 然後他們三個的代表人是 許賢賢 許賢賢的公司 許賢賢是誰 許賢賢是吳東敬的老婆 她就是吳欣穎的媽媽 居然完全相關欸 他們在這個時候捐錢給這個民眾黨 難道之間有什麼對價關係 所以才說現在 越來越多的證據出來之後 我才說為什麼 我們慢慢要接 慢慢地逐漸揭開了這個 客戶者的真面目 因為他過去的很多的 私底下作為我們會 接下來一一的解釋 農長我們想想 抓幣案的時候 最好看的就是那個骨牌情島 可是骨牌情島的時候 第一個骨牌最難 只要第一個骨牌倒了以後 後面就會土崩瓦解 本來大家以為說 第一個認罪是誰 第一個認罪的是朱雅虎 你說不是 朱雅虎沒有沈慶金先倒 他是不可能倒的 所以你從這裡面判斷 沈慶金已經倒了 沈慶金當天有征詢了14個小時 那個當天很怪異對不對 對 他不是做也做不住 又上吐下瀉 北檢搞14個小時 通通病都好了 對不對 這要體力的 北檢我去過 北檢沒有地方給我睡覺的 北檢問了一拜 你旁邊先睡一下 沒有那個 更難過的地方 就是辦公桌宇嘛 你能夠 沈慶金不是已經到那個 上吐下界全身站走 要征詢14個小時 我也對 我對沈慶金的健康情況 雖然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跟他聊天 也聊過好幾個小時 對不對 大概算很熟嘛 他哪有那個體力 跟你搞14個小時 對 如果他不願意的話 他為什麼要願意 為什麼 談判嘛 他一定是願意跟檢察官談嘛 否則他不會 他撐不住了 所以他當天看到的東西 他沒話講了嘛 那這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今天 威京的錢 會到黨部 那黨部的錢 會到木可 而木可的錢 會到 看完這個口袋 這個已經是 竄起來了嘛 或是有可能竄起來 他知道這個事情破功了嘛 所以你說 金華塵埃裡面的政治現金 已經確定有七個人頭 七個人頭裡面有五個人頭 已經非常確定 講說他們的錢 現金就是威京集團給的 給了他們的錢以後 他們就直接交到了民眾黨 這個錢如果非常清楚的話 現在想要抵賴 沈青青想抵賴也不能抵賴了 沈青青知不知道 他有匯錢到民眾黨 當然知道 給他看他就認了嘛 那他怎麼好 賴個鬼頭啊 你有匯錢給民眾黨 他沒有給你好處 你匯錢給他幹嘛 對不對 然後你連結了嘛 你連結了以後 你這個案子 我已經可以起訴你了嘛 你這個案子也可以定罪了嘛 那你不配合我的話 你就是白花時間而已嘛 所以他怎麼辦呢 所以非配合不可啦 他沒有 沈青青對於柯文哲 沒有道義可言的 他跟他柯文哲什麼道義 完全厲害的關係而言嘛 對不對 所以他乾脆他認完的話 他不要忘記 他中間有一個麻煩事喔 他有一個背信的部分 對 背信的部分是三年以下 可是他是重金背信的 七年以上 七年以上耶 他超過一億元的余億 他是搞到五六億出去 對 所以他如果說 他沒有跟檢察官講好的話 他那個背信要判到五年到七年耶 所以他那個 那個行賄的話是一年到七年 對 所以麻煩是在他後面那個背信啊 背信如果檢察官願意 連帶一起豁免的話 對 他整個事情就會變成 會變得很輕鬆過關嘛 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我本來是要保這個所謂的 精華廣場的這個土地容積率 我保護容積率 所以我就不能認 可是如果今天剛剛講的 你精華成這個政治獻金 你已經透過這些人頭轉進去 你現在勾連起來 你已經貪污已經確定了 貪污確定了以後 你八百四保不住 八百四既然保不住 我就要保我的性命了 對啊 保錢困難啊 不見人說保不住啦 因為台北市政府啊 雖然有議員啊 雖然有市長啊 當然問題還是扯嘛 因為扯這事情呢 沈經紀很會扯嘛 扯皮他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扯皮扯很多年 房子蓋完也賣完了 對 再告啊 訴訟啊 他反正我不敢講說八百四 百分之百沒有 八百四困難嘛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馬上就有保命的問題 對 現在我每天上書下書 我怎麼跟你玩啊 反正已經大勢已去了 所以照你這樣講 今天當這個沈經紀 可以住到醫院的病房的時候 柯文哲就知道大勢已去了嗎 不 沈經 柯文哲聽到李文中收押 就大勢已去了 不用談了嘛 朱雅虎認罪嘛 對 朱雅虎認罪這個事情 我現在很簡單啊 朱雅虎他不敢得罪沈經紀 好不好 我應該確定的講一點啊 你知道嗎 因為沈經紀的背景 其為複雜耶 朱雅虎敢背叛他嗎 給他 竟然十個膽他也不敢啊 我講白的啦 朱雅虎只是一個推伍軍人而已 對 他沒有看到沈經紀的認罪書 他不會去認的啦 朱雅虎百分之一百啦 他這個不是忠誠度而已 對 這還有包括他的飯票 對 包括他的退休老命耶 那是黑道的規矩 當然是黑道規矩 你知道嗎 小沈以前是幹什麼的 小沈以前是宇宙邦老大 他坐過牢的 殺過 宇宙邦砍過人的 宇宙邦老大 他跟我講的 他一定是看到沈經紀的東西 他才敢簽 可是簽不下去 他沒這個種 那所以這個邏輯就很簡單嘛 所以我非常有把握的講說 沈經紀已經放棄 已經棄手了吧 對 所以後面就快樂啦 你看有沒有現在住醫院 晚上可以打開電視 可以看關鍵時刻 對 什麼都知道 還可以吹口哨 對 什麼都有了嘛 那這個東西 其實他沒有賣 沒有賣柯文哲會這個待遇嗎 沒有 而且賣的東西一定非常詳實 你小沈今天沈總裁 就是一個上吐下線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你跟我配合 我當然跟你配合啊 他現在住院的話多舒服啊 對 對不對 我如果是這種住院的話 所有的住院費用 可能是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幫他付 所以是豪華待遇 好 所以 葉鳳 剛才聽到的跟我們講 你也認為說 他的馬吉諾房間破了嗎 沈慶晶這個骨牌車倒了嗎 現在按照師兄講的 柯文哲的風暴才剛要開始 其實跟豬雅虎他已經認罪 他說他行賄 兩個關鍵的人 一個叫做豬雅虎 對 一個叫做什麼 李柯南 李文中 所謂的李柯南是什麼 最能夠了解柯文哲的男人嘛 過去他信任50年的這個男人 李文中 那一天他為什麼不 他是柯文哲的男人 王的男人 最信任的男人 李柯南 對不對 而且幫忙 柯文哲專門在處理一些 下回數跟政商關係的嘛 那一天為什麼柯文哲他不敢去 為什麼不敢去 他就是在等李文中的證詞啊 李文中沒有講 他怎麼能講 他如果萬一李文中從頭到尾堅持說 我都沒有認 對 那我告訴你 柯文哲絕對不會認 但他要聽李文中到底講了一些什麼啊 因為他 朱雅虎認罪 我相信 律師一定有跟柯文哲講 但是李文中講了什麼 那天他從來沒講 那再來呢 那一天柯文哲沒有去提訓 檢調單位提訓的誰 提訓的李文中啊 對啊 所以現在李文中講的話 絕對會重傷柯文哲的內容嘛 所以你去看喔 李文中他現在啊 還有他的過去啊 他在柯文哲的身邊 包含他在北捷的這個 莊姓女秘書 都已經被檢調教去問了 現在不是查柯文哲的行程 現在也去查李文中的行程 要把柯文哲的行程 跟李文中的行程一加起來 就會可以看出你們倆在幹什麼了 沒錯 而且不是只有金華城的案子喔 你還有沒有討論 包含像北市科啊 其他的這些幾大案 包含政治獻金案 再來還有黃珊珊 大家也不要忘記他的角色嘛 對不對 現在整個民眾黨叫做什麼 假挺科真應付 我告訴大家 過去柯文哲他們出事的時候 民眾黨不是號召說 我們要辦這個戶外開獎 我們要辦座談會 五十一場 結果我去調了資料 你知道他們辦在哪邊嗎 辦在哪裡 辦在什麼萬華很小的一個共享基地 你知道各縣市喔 它那個不是民宅出租的啦 就是很小的地方 你知道那個四號共享空間 最多容納人數是多少人 幾個 二十人啊 二十個 坐滿喔 才五十人左右啊 我說你民眾黨今天要喊冤 大家喊冤怎麼樣 敲鑼打鼓啊 我們怕人家不知道嘛對不對 結果你們民眾黨是怎麼樣 五十個 五十個 最多五十個 現在整個場次規劃下來 全國全台灣二十三場 一場到你算五十個 我林彥鳳辦一個活動 可能都超過一千人了 你整個民眾黨辦這個活動 然後選在那個很隱密的地方 我想說難怪人家叫你們是什麼 白臉叫嘛 你怕人家知道是不是 喊冤還喊的 小小聲怕人家知道 有這樣子相挺的嗎 所以我就說民眾黨他現在包含 你說黃珊珊也好 黃國昌他辦的新北市市場 是因為他想要選新北市市長 那你有看到他們現在在其他的地方 街頭上面大張旗鼓嗎 全部都沒有 所以代表說這種 大家都在跳船 不想要再跟柯文哲有任何的關聯 好 雨萱 剛剛講這個風暴即將展開設議會 非常關鍵的是那個USB 這個USB現在竟然是阿伯的所謂 秘密葬冊 秘密葬冊裡面怎麼進 怎麼出都有 現在還有江湖傳言更誇張的是 冷錢包找到了 冷錢包的金鑰找到了 冷錢包的金鑰現在只插密碼 更可怕的對阿伯來講 殺傷力更大的是 他的對話紀錄 寶人哥現在的課問者叫做雙破 什麼意思 第一時間他的所有的創供網絡 創供的馬其諾房間 請問一下破了沒 破了 完全破了 而且這個爆發點 根據剛才講的 就是從沈金星開始 因為如果今天不是沈金星先招任的話 他是不可能住院成功 因為各位我請問一下 減掉壓沈金星的目的是什麼 取公 就是要你取公嘛 就是要你講出來嘛 你的不舒服就是我們的籌碼嘛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不舒服不舒服 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好好那我讓你去租醫院 吹冷氣躺在壁床上 然後你沈金星再回來的時候 請問一下有用嗎 沒有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我壓你幹嘛 對 所以讓他去租醫院 就代表沈金星招了 所以租牙武看到說老大招了 我才會跟著招嘛 這個都已經一連串的土崩瓦解 所以柯文哲才會說 好啦 我乾脆不要出去應訊了 因為我回答不了了 沒辦法 你們都招了 我根本不知道我該說什麼 如果證據一個一個貪拖下來的話 所以各位第一個 他的串過網絡已經破了 唯一現在剩下來就是李文中 那李文中怎麼會破 也會跟著破 為什麼李文中絕對也跟著破 否則你覺得想想看喔 李文中如果要扛下來的話 十年以上甚至無期徒刑 請問一下他是傻了還是撞到的 他幹嘛替柯文哲扛這個鍋啊 錢就不是我在賺的 所以李文中也得跟著破 所以李文中剛剛講到 你的刑期是十年以上喔 對 更可怕的是什麼 第二個 第二個叫什麼 人色崩壞 這是第二個破 而且你等一下喔 不只是人錢包 人錢包裡面可能藏了多少錢 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什麼 九牛一毛耶 那都是藍三喔 縮肥喔 打雷毛 打九號的 零三三頭喔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什麼 210萬啦 100萬幾百萬 你說 100萬在柯文哲的眼睛裡面 只是藍三的 只是半熟力 真的上 真的厲害 是一來一去的 所以你想想看喔 這個冷錢包 唯一能夠糟糕的是誰 也只有審慶金而已 所以當今天冷錢包出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知道柯文哲的人色會怎樣嗎 如果是五億 如果是十億 不好意思喔 整個完全崩壞 但更可怕的是什麼 對話紀錄 保利哥你還記不記得 柯文哲曾經在飛機上講過一件事情 我記憶有心 那是我報的嘛 他跟在場的所有人講說 我跟你講啦 我是不怕喔 那個錢喔他們去找啦 但我最擔心的是喔 如果我那個手機紀錄喔 USB的紀錄喔 被偷出來了 喔那個報給媒體周刊喔 我會被寫得很難聽 我整個會亂七八糟的 寫得很難聽 對這才是重要重點 我現在才看懂了寫得很難聽 對這才是柯文哲最害怕的嘛 因為你想想看喔 今天 有什麼東西會被寫得很難聽 對嘛 這所以是有一件事情 LINE對話紀錄可以幹嘛 可以寫得很難聽 一定是跟他的私生活 跟他的私德 一定有高度的關聯性 那柯文哲到底幹什麼 不知道 你想想看喔 原本的阿伯是什麼 頭髮白昌常整天 枉枉枉青年情正愛鄉土 然後呢 一憑如洗跟平民不一樣 但如果跟你講阿伯不對 他是生還家財萬貫 然後與此同時呢 旁邊還坐有什麼 不知道 這黑人問號 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很害怕 你不要嚇我 我太害怕了 我不敢再講了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狀況下 因為現在這個簡訊喔 有哪幾個 第一個 有LINE對話紀錄 再來呢還有什麼 有Telegram 寶貝哥 無事不登三寶店 請問現在Telegram它的特色是什麼 秉密 就是保密嘛 你如果平常都要去LINE WhatsApp 咬不起一個WeChat 都在跟中國聊聊天 你怎麼會去用到Telegram 然後檢調說沒有 這些我們全部都破案喔 那你想想看 這個裡面除了說 它交代金流的紀錄之外 會不會有別的流向 會不會有別的脈絡 那更可怕嘛 與此同時冷錢包也是啊 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說你以11原則 甚至百億原則 前面的那個是藍珊收回 但是在冷錢包裡面 可能你發現的是什麼 完全的一個大祕寶 乘以十倍 乘以百倍 所以當這些資訊 全部都露出來的時候 保密哥我跟你講了 那時候才是柯文哲 第二次 我們講的 閉案 羈押只是第一次 第二次整個引爆 全台灣的高潮 跟高峰採證 所以剛剛講到的 當沈晶晶 他居然可以去吹冷氣 可以租病房 可以甚至有單人房 第二次 柯文哲拒絕硬訊 這兩個加起來 像你們長期跑剪掉 就知道 大炒麵來了 那麼有很多的 這個觀眾朋友啊 不禁有點納悶的問說啊 那麼 柯文哲可不可以 拒絕檢察官的提訊 可以嗎 告訴大家 不可以 為什麼呢 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 那麼檢察官針對這個 這個 積壓禁件中的犯罪嫌疑人 尤其是貪污罪的被告 當然可以直接行使 直接把他給這個 提訓到這個台北地線署來 你知道嗎 那天他拒絕的時候 罰警愣住了 因為從來沒有發生 從來沒有過 各位 除非重病到快要死掉 重病到快要死掉的話 那是例外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倒庭嘛 那問題就沒有 大家會問說 既然不可以 那為什麼檢察官會 後來笑一笑 就說 就讓他這個 折騎 在這個台北地線罪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我講坦白了 某種程度上面 還是禮遇他啦 還有檢察官也知道 他要幹什麼 他要藉由這個機會 如果你把他 這個強制代理的話 要用什麼方式 用強制的 比如說 本來是手銬而已對不對 我現在連腳樓都可以給你上 然後呢 用扛的 把你壓的 五花大綁 把你綁上球車 都可以 過去不是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啊 就強制把你這個壓過去的 壓過去 那麼柯文哲 他是一個65歲的老小孩 而且是一個任性的老小孩 媽寶 所以呢 他一向認為他自己可以 他想怎樣就怎樣 你忘了嗎 請問一下 台灣有沒有發生過 調查局或是聯政署 到你家去按電鈴 要把你這個等於說 那麼去你家搜索 把你這個帶走 然後你可以一個小時不開門的 不行 沒有啊開玩笑 過去發生過種事情的話破門對不對 那麼被檢察官跟聯制署官員 被帶走的時候 強迫一定要在全國的媒體前面 嗆名進東攻 要給我個交代 我是在野黨的主席啊 你怎麼可以說我家等等啊 那台灣也沒有發生過 可以直接 那麼在這個等於說 這個被收押境界的時候 叫律師講說 請檢察官啊 那兩個月的時間 好好盡義務去查 我也會盡量配合 我請問你 如果他要盡量配合的話 為什麼四次那麼出來 這個等於提訊透露出來 第五次他拒絕 很簡單 因為發生一個天大的變化 什麼變化 什麼變化呢 因為朱雅虎承認行為被羈押境界 因為李文中 那麼等於說 那麼雖然他否認 但是他也被羈押境界 我問你啊 聽到這兩個消息 還有聽到一個人 雖然全身抽搐 但是可以去住院 可以 可以有蓮蓬頭洗澡 可以冷氣 有蓮蓬頭洗澡 跟那個直接 好像英文 那個是不一樣啊 還可以直接睡在那個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 病床 病床的這個床墊是有彈簧的 你知道嗎 所以不一樣 怎麼突小虎吞 不是 怎麼沈慶晶怎麼可以出去了 他們是不是講了什麼 沈慶晶那天不是 這個約談了十個小時嗎 聽說出來的時候吹口哨 聽說吹的那首歌 就是這個 講說 鍾小明知道的那首歌 給我一個溫 可以不可以 你知道嗎 吹口哨出來了 他吹口哨出來了 你知道嗎 他現在吹口哨出來 他現在正躺在病床上 然後吹這種歌的口哨 搞不好連歌都唱出來了 那我問你要是 柯文哲你會怎麼樣 誇死了 我問你嘛 那麼他在台灣的醫學史上 有沒有煩惱煩童說 去關一個看守所 關個二十幾天 頭髮從白變黑的 有沒有做到你沒有吧 沒有吧 只有一個可能 我相信溫達隊講的 我也想我也懷疑 只有一個可能 他是不是染法 要不然怎麼可能 婚姻染白 他這樣做 我告訴你 好 我告訴你 你以為檢察官西漢從你 柯文哲這個貪污罪的被告 嘴巴裡面 他問出說 你坦誠所有的犯行嗎 你錯 檢察官今天又約了這個 包括吳盛民 包括朱雅虎 包括這個等於說 那麼這些全部都找過來了以後 根據我所知道 各位 現在除了我們所知道的五大案之外 檢聯單位現在又多了一個案 默默在調查當中 所以你以為 颱風期間 大家很爽在放那個颱風架 檢察官連政策調局 全部都出去 而且還約談了 目前媒體沒有曝光的重要證人 我在講 李文中的收壓見見裁定書 真的非常耐人學會 每個字都自製足跡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你違背了第四條 財務制裁的第四條 第一項第五塊 代表你確定收錢了 不管你是要求 不管你是契約 不管是當面收受 總之有一筆錢你被逮到 否則你根本不可能用這一款 另外一個就是 他說為什麼你追加基建 他說你現在還有潛在的共犯 跟證人還沒到 你到已經有二十個被告了 你已經有二十個被告 你已經有二十個被告 你已經約了這麼多人了 你看他的行程秘書 都把他找來了 現在還有還沒浮現的證人 跟潛在被告 還有今天大家也查了說 今天威京集團跟台北市政府之間 只要有大事情發生 就有金錢往來 有金錢往來 金華城就有進展 是 沒錯 李文中被收押這一件事情 其實讓大家訝異的是什麼 本來大家都以為 他是辦木可案 辦政治獻金案 結果沒有想到他在金華城案 居然被收押了 他在金華城有角色 是 讓大家訝異 他之前是台北市政府市長是顧問 後來變成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跟金華城案有什麼關係 他又不管容積 唯一有一個可能 他就是幫忙收錢的 那剛好又有一個送錢的人 夫雅虎也一起被收押了 所以代表這個民眾黨一直講的說 沒有金流這件事情 顯然就被打臉了 有錢 所以才會用所謂的第四條 第一項第五款的方式來收押的 而且他是違背職務來收賄的部分 在辦金華城案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林舟銘三度被檢察官約談 對耶 這個林舟銘代表的是什麼案子 除了金華城這個案子 最重要的案子就是大巨蛋 而他在大巨蛋裡面多次指控李文中 以這個所謂的市長是顧問去威脅文官 要求他放水大巨蛋 去李文中跟大巨蛋有關 所以是不是有其他的案外案 正在進行當中 我覺得也不能完全的排除 柯文哲所有跟官商的關係 他掌握的是最清楚 很多柯文哲要去見哪一個老闆 其實帶的都是李文中 李文中都清楚 所以李文中現在被列為被告這件事情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挫跌蛋 不過我覺得比較一樣 所以柯文哲所有的政商關係的建構 他的窗口都是李文中 都是李文中啊 你知道為了之前有一個商人 曾經想買過大巨蛋 你知道李文中帶著柯文哲 在過年期間大年初三去他家 而且那個過年整個春節放假去了三次 去三次 全部都是李文中安排柯文哲去的 這一件事情還在媒體 還在週刊上面報道出來 我質詢柯文哲的時候 柯文哲直接說我忘記了 我完全沒有討論 這種事情還可以忘記 是 可是李文中那時候 是市長是顧問喔 他就帶著他去了 所以李文中到底在現在被羈押 是為了金華城案 還有其他案 還是其他案 不知道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民眾黨切割李文中 真的不是一件聰明的事情 你知道李文中在政治獻金案 沒這麼大空出來你知道 黃珊珊罵的是誰 罵的是端木正 他怎麼樣都不敢罵李文中 不敢罵李文中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李文中 是知道最多的人 如果切割了李文中 如果讓李文中 反目成仇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那真的是血流成河啊 所以剛剛講的是 上禮拜 朱雅虎還有李文中 兩個被刷到境界 刷到境界你就說 在整個金華城案裡面 最重要的兩個拼圖 被拼起來了 沒錯 而這個拼圖拼起來以後 金流就找到了 沒錯 而且金流找到 我剛剛講的 李文中就確定有金流 可是在朱雅虎裡面 更怪是 有一個非公務員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 很重大 他影響力很大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 是朱雅虎要極力討好的對象 對 是朱雅虎要行賄的對象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 他的成績 他的影響力 比公務員還來得大 沒錯 寶姐金流的這個拼圖 已經拼起來了 為什麼拼起來 我們都說之前 無論是沈青青或是柯文哲 中間的金流 到底怎麼去串呢 非常有兩個重要的人物 就是沈青青在負責幫他 穿梭的這個豬雅虎 還有柯文哲最重要的 這個帳房李文中 就兩個被雙雙被收押境界 被收押境界之後 你看到這個法院的財經書裡面 你就覺得這裡面來說 大概 離破案不原意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現在看李文中的部分 所以你這種內行 一看就懂了 對 李文中的部分 李文中就說什麼呢 他認定什麼 他犯了所謂貪污制度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 第五款違背職務的行為 收受賄賂罪 好 簡單來說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違背你的職務 你有要求 還有收受 還有契約這樣的款項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的確是有收錢的 因為我們可以講到 如果你覺得以前 收押漸漸漸都只說 財污制度條例的第六條 財污制度條例的第四條 這樣就結束了 你非常清楚講說 你是第四條 第一項第五款 好的 持續來囉 那你的第一款是什麼 竊佔輕用公共器材 借勢借端強增財物 第三個 我在購買任何的東西 收 我有福報 我有收受回控 第四個 用公用的運輸 運送毒品 運送偽禁品 第五個 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對於違背職務的行為 我有要求 我有契約 我有收受賄賂 跟其他不正當的意義 如果對這條了解的時候 這一條其實最嚴重 但這一條最難夠定罪 為什麼這個最難定罪 是因為我如果要講到這一點 你要要求 契約收受賄賂 錢一定要出來 今天法院敢用這條收押 李文中就代表 要求契約跟收受賄賂 已經非常清楚了 對 一定要有利益 利益已經到手 所以就知道說 一定是有金流的部分 但我覺得對李文中來說 考驗剛剛開始 為什麼 他不是說他好像都沒有認 所以他之前 這個好像口風非常緊 可是寶傑如果你看到這個法條 法院認為說他犯這個法條 你可以看到 往上去看 他的判是什麼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 然後並哥一億以下的這個法計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 保證 你看李文中 至少十年 我出來幫柯文哲弄個帳房 幫他管錢 我搞到我被判十年 跟無期徒刑 你覺得他以前還是 小企業的經營者 你覺得他會怎麼做 剛才講你十年以上 你至少要做五年勞 而且你絕對不會只有十年 而且這個東西一罪一罰 如果你還有別的案子的話 你就累加上去 那李文中今年幾歲了 你已經快七十歲了 如果你這關個五年 再關個十年 你還有命嗎 保證他有背信罪 木可還有資格競選 總部的這些 他都在案 所以這些案子 搞不好一判下去之後 他被牢底坐穿 所以他對這一點 我看到 要是我看到這個 我就完全傻眼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我怎麼辦呢 認罪協招 對 保證他會 有可能會開始 動搖了這個重要的部分 好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看到朱雅虎的時候 那更有意思了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是說 他坦誠 他所犯的犯刑 所以他顯然是這個整個 這個目前為止 進化成的案子裡面 他是唯一承認說 對 我有犯罪 對 我有行為 我有給錢 對 我給錢 那給錢來說 好 這個有意思的 就在這個地方 他說呢 認定被告是涉嫌 貪污制度條例的 第十一條的 第四項 還有第一項 對公務員違背職位的行為罪 好 可是這奇怪在哪裡 如果按照我們 過去在寫這個罪的時候 都會想第一項寫在前面 然後第四項寫在後面 可是 他把它反過來寫 第四項在前面 第四項在前面 第一項在前面 好 所以第四項 比第一項來的嚴重 好 那我們來看 這裡面的這個條例 裡面來說的話 第一項是什麼 第一項當然就是所謂 他是公務人員 所以第一項就是 公務人員的這個狀況 但是第四項就是 不具備公務人員的犯罪 所以你知道 他顯然是把 第一個 我認為你有給錢 給錢來說的話 有給這個 不是公務人員的 還有對公務人員的 你把不是公務人員 放在前面 意思是什麼 這個至少在 可能法院 或是檢察官 看到的證據裡面是 你給這個 不是公務人員的 錢更多 所以你說 我今天在行會裡面 除了公務員之外 有一個非公務員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 在這中間 聚關重要 對 他比公務員 放在前面嘛 所以顯見你看 朱雅虎要給錢的時候 一個是公務員 一個是非公務員 結果我可能給公務員3 給公務員1 然後給這個非公務員3 所以這個才會犯成 在這個事情 才會掉過來嘛 所以顯見 這個非公務員 到底是誰 而且你看 在這個案子裡面 就要有這麼重要的角色 那當然 因為他們都有非常多 這個包括說 像李文中跟朱雅虎 被羈押的原因 都還有一個就是 還有很多疑點 可能還有三位 出現的被告 或是證人 都有可能會浮現 因為剛剛講到 李文中被搜壓禁見的 一個非常關鍵的理由 就是你不能排除 還有跟被告 具有利害關係之 潛在共犯跟證人 竟然還有共犯 還有證人 還沒有到案 你現在已經有20個被告 你現在已經搜壓 他進見了這麼多個人了 對 你已經約談這麼多人了 到現在還有潛在共犯 到現在都還有證人 對 上位到案 對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當然我們政府長 檢調目前為止 不是說這個禮拜要開始約什麼 要約陳佩琪了嘛 對不對 另外很多人就說 這個被告來說 會不會是黃珊珊 當然我們不知道 是是不是這樣 但是整個拼圖 越來越明顯 尤其是你看今天 開始去朝那裡方向 寶姐連新故鄉都開始去查了 對 所以就說你看李文中當初是什麼 他是競選總部 他是木可 現在新故鄉都去了 所以顯見了 柯文哲周邊的所有的大小金庫 現在都有人在被約談 所以這個金流 是不是已經六隱若現 浮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好的我們剛剛講 現在這個案子已經有 20個被告 已經有7人擊傷 對 20被告7人擊傷 你居然告訴我說 現在還有潛在的被告 現在還有潛在的證人 這個人為什麼還可以藏這麼久 為什麼這個人還隱而不發 非常耐人熟悉 而且更妙的是 竟然有一個人是非公務員 而這個非公務員 拿了朱雅虎的錢 而這個非公務員 在這中間裡面 竟然影響力非常的大 那另外就是這樣 今天以犯罪嫌疑人 約談民眾黨 也就是台灣新故鄉智庫的 這個所謂的顧問 孫鳳群 你今天連智庫的裡面的顧問 你都是犯罪嫌疑人 你現在看到了 柯文哲搞了半天 現在柯文哲把他的 所謂的競選總部 把他的這個所謂的基金會 把他這個所謂的募可公司 全部當成大型的洗錢中心 對沒錯 也就是說跟柯文哲周邊的人 你只要碰到錢的 幾乎目前為止 好像全部都中了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這一次的進化程裡面 已經有非常多被告出現了 對不對 很多人你看 尤其是大家都踢爆 就是說他們有幾個人 包括說像張志誠啊 陳俊元啊 這個佟中白啦 陳秀桃啦 這個劉展等等 很多人來說 他們有在2020年的3月24號到26號 有捐錢 捐了30萬捐到民眾黨去 好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人 這個范牙齊 他其實並沒有捐錢 可是他也被列為被告 所以他們到底是做怎樣 一個犯罪的這個犯益 那我們有待目前為止來確認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就是這個 就是說他今天又約談了 他是用犯罪嫌疑人 約談民眾黨的這個錢 這個台灣這個新故鄉智庫協會的 這個顧問孫鳳群道案說明 好那這個孫鳳群到底是什麼人呢 寶貞簡單來說啦 孫鳳群他今年的時候 在競選總部的時候 他曾經有收競選總部來的一筆費用 就支出是12萬的這個薪資給他 那他到底是什麼角色 所以你是新故鄉智庫的 新故鄉智庫的顧問 對 可是你居然在競選總部裡面 去領一個月12萬 對沒錯 好那當然他是什麼職位 如果你看不出所以然 他就是高中教職 他是相關教職的工作 那他為什麼會倒案 這個當然我們目前為止也不清楚 他的翻譯或是他的這個結構是什麼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大家都踢爆 他們這個3月24號到26號 捐了210萬到這個柯文哲的這個民眾黨去的時候 然後呢這個時間點剛好就在2020年的3月10號 便當會開始還有柯文哲要黃錦帽 趕快加快速度的時候 他就捐了210萬 那尤其是他又跟陳佩琪 那時候的ATM理財數 當當當當的時間又剛好重疊在一起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這個金流不是都已經開始慢慢浮現 在我們眼前了嗎 搞不好這時候有多筆款項 就是明的我可以用這個 民眾黨就說這都是誠實申報的錢啊 還有沒有是不是有那種非誠實申報 就按來的這種錢是透過陳佩琪 當然我們不清楚 不過你可以用到目前為止的金流 大概就是這幾個方向 這幾個方向來說 如果你只要把它找出相對應的人 那看起來的話 這個破案的時間點就為時不願意 好 宇雪 再講法律的條文是非常的生硬 法律的條文非常難以拒絕 法律的條文一般人很難細讀 可是你說今天朱雅虎跟李文中 兩個人的裁定書剛剛講 那真是自製租金耐人徐位 從李文中的裁定書裡面知道 現在還有一個潛在的共犯 現在有個潛在的被告 有一個潛在的證人 到現在還沒有浮現出來 而且按照你收押禁件的理由 你根本就已經確定 在你職務範圍裡面 你有收受 你有要求 你有契約這些匯款 這個已經非常的清楚了 更妙的是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的朱雅虎 朱雅虎說那是負責給錢的人 你給了誰 他說你給了兩種人 一個是給了公務員 一個給非公務員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的重要性 竟然比公務員還來得重要 那這個非公務員到底是誰 這個分幾個程式 第一個到底為什麼 十一條第四項這個東西 會擺在第一項前面 因為他們是不是第十一條是什麼 就是行賄 那行賄代表他的幾種 第一個樣態就是說 我違背職務行賄對不對 我給你錢叫你違背職務 第二種叫做什麼 就是不違背職務 但第四款這個就怪了 他的說法是說 你不一定要是公務員 就我行賄的 不一定是公務員 你收賄的 不一定是公務員 寶藍哥 這個就有意思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有誰不是公務員在金華城 我還需要給你錢的 寶藍哥我跟你講你不要誤會囉 這個東西你拿了 就算你不是公務員身份對不對 你都有可能犯第四條 我們講的 共同政辦 第四條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收賄 因為理由很簡單 如果你有實質上的影響力 如果你可以叫說 甚至是你可以影響到公務員 從事所謂的收賄 甚至是違背職務相關的行為 那寶藍哥請問一下 這個算什麼 也一樣算是共同政辦 而且你剛剛講的 我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 我已經告訴你的身份 有公務員非公務員 代表你的錢給誰 我已經知道了 那你每個人的身份 有公務員非公務員 我也都知道了 所以這個玄外之音代表 你朱雅虎給誰錢 法院都知道了 對嘛 否則我就寶藍哥講一句話就好了 我就第十一條就好了 他有行匯就好了 大不了再加一個第一項就好了 幹嘛莫名其妙 一定要加一個第四項出來 代表說會不會有一個 不是公務員的人 但這個人可以影響誰 可以影響台北市政府 可以影響柯文哲 而且影響巨大 那保德哥 這案情逐漸明朗化了嘛 我就問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陳佩琦 可不可以影響柯文哲 當然可以 但陳佩琦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也是公務員 他是聯一的公務員嘛 但這個公務員 是不是符合我們講的金華城 因為你仔細看喔 他的第三條寫得很清楚喔 第二條寫得很清楚喔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 因本條例處斷 也就是你財務制罪條例 你的第二條非常清楚 是你的前提是你要公務員 可是很妙的是你的第十一條 我要給錢的時候 我的第四條就說 你就算沒有第二條的條件 第二條就表示你不是公務員 你不是公務員 你還是有能力幹嘛 你還是有能力 刑求齊惠 交付賄弱 跟其他不同的利益 你還是有能力辦這些事情 那誰在柯文哲的旁邊 你不具有公務員的身份 但是你還是有能力違背職務 你可以要求 可以齊約 可以交付賄弱 所以保理哥就是第三條嘛 第三條寫得很清楚啊 你如果不是公務員 那沒關係 你只要跟公務員的一起幹壞事 一起 都要跟我犯本案者 我一樣照樣用 操控制罪條例判你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 不是就不是喔 不要以為你不是公務員 就沒身份喔 所以我也是分幾個程式問題 第一個如果今天說是陳佩琪的話 那我不知道法律上見解是什麼 就是說陳佩琪今天是聯理的醫生 但請問一下醫生跟金華城 本案有沒有關係 所以陳佩琪的全責之內 他是沒有辦法犯本條例的喔 我今天當醫生我怎麼要去灌縮金華城啊 沒辦法 他唯一有可能的一個是什麼 就我是柯文哲的妻子 再第二個 各位你都沒想到對不對 請問一下如果說是柯媽媽的話呢 那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你不要嚇我 因為今天李文中跟柯媽媽是不是首次 關係很好嘛 因為我們百事不得其前 因為今天如果你如果講到說 他的子女柯富雅或者是陳佩琪 不好意思喔 按照第十條規定 如果是子女如果是配偶的話 不好意思他犯罪所得 通通算是本人 他就不用再加諸一條說 哎呀我還要用這個 第四項 第十條第四項 所以很顯然是真的跟這個案情沒有相關 而且呢也沒有我們講的公務員的身份 但是卻可以十足影響到柯文哲 再配合我們講的李文中這邊講的說什麼 經訓問之後發現有一個 我們講了 共犯還潛逃在外 而且沒有逮到 那我們現在一個月來系數嘛 共犯在外面有誰 第一個嘛陳佩琪可能還沒逮到嘛 對不對 黃珊珊嘛還沒逮到嘛 他再來沒有公務員 然後又是共犯 然後又可能跟柯文哲有關係 又跟柯文哲影響聲劇 所以保證哥 我不知道我講這個 李公會把我卡住 但是怎麼排除三軍法 你離我遠一點 就只剩下柯媽媽嘛 對不對 這沒有這個其他可能性啊 否則你要怎麼去解釋說 一個沒有具有公務員的身份 那其實又可以對柯文哲的私底想力 越想就越麻煩 我們在看到了朱雅虎講的這個東西 也就是他認為他已經設置了 貪污自罪條例的第一條的第四項 而這個第四項就是 你不具有公務員身份 但是你的貪污自罪條例的行賄罪 你都犯了 保證哥因為犯例是這樣子 我們講過去都有很多這種判例 大家當然不是傻了 我當然知道說 我如果今天直接給你的話 我們講交付嘛 齊悅行為嘛 所以我可能會給你媽媽 給你三千五 五千五 這種相關八竿子打不著 封馬流不相關的親戚 那保證哥為什麼要 收這些親戚的錢 他們有沒有犯罪 有啊 因為你只要是有這種犯意 甚至是你影響到這個公務員 他就叫做共同證犯 他跑都跑不掉 所以現在大家不經好奇的是 如果說撇除掉柯文哲本人 那這個李文中 甚至是我們講朱雅虎 他可以行為到的對象 是跟柯文哲的親戚有關 柯文哲的朋友有關 而且是非常親信的 對他有十足影響力了 那我們排除刪去法之後 我不知道變成是 可能雷公等一下打下來 但柯媽媽變成 很有可能成為這七中之一 所以你說從李文中 從朱雅虎的所謂的裁定書 裁定書裡面非常清楚在講說 第一個的確已經找到錢了 第二個 我也知道這個金流的走向了 對保證因為你要仔細看 第一個我們看來確定朱雅虎這個 第一個第四項 可能有民間人士 第一項代表說公務員 真的有期約 真的有收回對不對 但你仔細看李文中這邊更妙了 李文中這是什麼 第一個他本人自己就有收回 而且他在2018年期間 之前他擔任的工作是什麼 台北市長辦公室主任 台北市長辦公室顧問嘛對不對 但他到了我們講北捷的時候 請問一下寶傑哥 他也就不就有公務員身份 還有 還就有公務員身份 所以從頭到尾李文中跑不掉 反正他就是公務員 但怪是怪來說 為什麼要這時候加一個背信罪 如果這兩條罪狀有牽連的話 各位那就有意思了 代表李文中在從事 所謂的競選總統專戶的時候 募可公司的時候 他有違背公司把這些財產 背棄公司掏空 甚至拿出來挪用的行為 但是如果這個掏空 如果這個挪用 剛好又跟貪污之類條例之間 有涉及到關聯性的話 那就可以解釋說 法院甚至是我們講的 檢察官認定說 包括李文中 他在違背公司的時候 很有可能他跟所謂的犯罪所得 甚至是賄賂所得 之間是有高度的勾及跟關聯性 那我跟講 只要這條插下去 只要這條一破案 我跟講完全一網打進 法院哥 骨牌就倒了 骨牌倒了 對 可能是柯文哲 所有的金流可能 一瞬間就會大煞蛋開花 謝宇鳳 現在真的骨牌在情島當中嗎 現在真的要血流成河了嗎 從這兩個人的採定書來講 金流跟行賄的對象 已經看出來了嗎 已經非常清楚了 現在李文中 在北檢的一個認定來講 他就是一個白手套 那這個白手套後面是誰呢 其實應該就是柯文哲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地方 你犯了這個貪污自罪條例 第四條 第一項 第五款 這一個部分 其實李文中他不一定 是要在任公職的時候 如果他是當人家的白手套 如果真的是柯文哲主席 只要柯文哲主席 當時候他做的是公務人員的話 那李文中你就中了 然後為什麼可以說他是白手套 因為他還犯了一個刑法 第342條的背信罪 你到背信罪 你一定要有一個委任行為 而他以前做的什麼 辦公室主任 北捷董事長 競選總幹事 你說背信罪要有一個委任 對 背信罪不會單獨發生這個罪 也就是我後面有一個老闆 有一個老闆 所以呢 以這兩條來講的話 李文中的一個白手套的一個身份犯 應該確定了沒有問題 然後呢 朱雅虎呢 他已經坦承囉 沒有看過人家這麼快的 我告訴你 兄弟你一定要撐住 你至少你進去羈押 我告訴你 這個都是社會的美感 你坦承你今天還是坐球車 你不會回去 你不會回去吃晚餐的 所以呢 你今天一定跟檢察官說 哎呦 你讓我再想想 你至少第二次第三次借題的時候 你在嚼軟 沒有看過這一種 竟然還沒有裁定羈押 你就已經嚼軟了 他已經坦承他有給錢了 可是這兩個人來講 你在看過去 你以為是同案被告 其實他們現在的心情 完全不一樣 我告訴你 朱雅虎雖然帶著護妖 腳步藍山 你現在在北索來講 他是最輕鬆的 他未來一片光明啊 他最慘的一件事情 就是羈押 他最慘的一件事情 就是羈押境界 你知道寶傑哥為什麼嗎 你這個東西來講 雖然看這個 這個是第十一條 第四項 第一項 對公務人員違背職務行會 犯罪嫌疑重大 可是你知道嗎 你在往下去看的 他的第五條是什麼 你這個自首 免除其刑 偵查或自白的 減禁或免除其刑 他已經可以拼免除其刑 他沒事了兄弟 就是說 你就算是真的 除其刑的話 也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大家講的 這都是清罪 如果這樣子 我可以判個一年 我跟你判個緩刑 都可能 所以 竟然豬牙虎 為什麼趕快招 因為我就是要拼免 不要被關 他不用被關了 寶傑哥 他在偵查或審判中 自白 減輕或免除其刑 他還沒到審判 他偵查的時候 報告長官 我幹的 他已經交代清楚了 而且他這個交代 可以把它再 解析在財地上面的話 不是空口說白話 我說我記得我有給誰 他一定是人地實施 搞不好 連匯款或者是現場的激政 他都已經交出來了 他要拼的就是免除其刑 你說他已經全招了 他已經全招了 他沒有要跟你拼那種 減輕其刑的 他不想要關的 在講豬牙虎 他說原來他們家的人 都在國外 他所有的 他為什麼要把他擊壓 是因為你的人都在國外 你有在國外生活的能力 同樣的 我今天如果全部招了 沒有關係 我腳底抹油 我跑掉 我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出賣了 我還是可以活下去 所以現在來講 所有人最輕鬆的就是豬牙虎 在羈押經驗的期間 就是他最辛苦的一個時候 等到交保 或是等到疑神到院方的時候 他就已經沒事了 在他面前的是 最慘最慘的是減輕其刑 而減輕其刑呢 可能一年可能兩年可能三年 那那個假釋很快就出來了 他很有可能就是減輕 他很有可能就是免除其刑 就是不用關了 而另外一個李文中呢 李文中現在被北檢卡得死死的 他是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那你現在來講 到底是要攻出來還是不攻出來 我覺得對李文中來講 現在才是真的是天人交戰的時刻 好 蘇萍 今天這個出來了以後 剛剛講的 這個拼圖真的慢慢在拼圖當中 而且這個骨牌 真的在一個一個祈禱當中 剛剛才問說 金華珍怎麼突然跑出那個監察人 這個監察人 你又沒有捐款 你為什麼被列為被告 現在大家查出來你們查出來了 范雅琪他居然是李文中的秘書 是 李文中的秘書 竟然可以當金華珍的監察人 他是不是金華珍的監察人代查 不過他應該是北檢的時候 李文中的秘書 所以范雅琪之所以會被列被告 非常有可能是李文中 在擔任北捷董事長的時候的 背信相關事件 所以已經不是木可的背信 已經進展到他在擔任北捷公司 董事長的時候 可能作有相關作為 是違反背信的 所以這個時間拉得這麼長 居然從第一 你當所謂的市長辦公室的主任 市長辦公室的顧問 一直到你的北捷 現在原來我們檢調單位查的時間 所以我們剛開始在看的時候 就想說李文中怎麼會跟金華珍有關 結果現在如果連范雅琪 是台北市捷運公司的員工 而且過去是李文中的秘書 他都被列為背信的相關被告的話 我告訴你這個案子在查 已經不是只查金華珍了 是查一系列 而且因為李文中那時候 在擔任北捷公司董事長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辦公室啊 還有淑慧辦公室 一天到晚接到濤多爆料的啊 包含他用什麼公款啊 去修房子啊 給自己蓋啦 利用他自己的職權去賣咖啡啦 甚至跟廠商在那邊 你那蛤蛤蛤等等的這些事情 一頭拉骨 所以現在辦李文中的部分 不是只辦金華珍 也不是只辦大巨蛋 是他擔任柯... 他到了台北市政府擔任柯文哲顧問之後 所承接的所有的業務的 妹妹角角都在裡面嘛 所以這查下去 我告訴你真的不得了 所以他一路走來 劣跡斑斑 一路走來 搞不好都有違反 是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李文中那時候在台北市 為什麼可以這樣跟螃蟹一樣橫著走 因為後面有他50年的同學 在給他靠嘛 柯文哲給他靠啊 柯文哲要跟哪一個財團見面的時候 李文中先去前鋒部隊 先去打點關係嘛 對 所以現在李文中被列為這個案子裡面 重要的一個人物的時候 民眾黨還繼續切割他 我真的覺得這個民眾黨真的是 親給我啊 不知道是嗎 你說李文中會知道柯文哲 所有的金融網賣 是嗎 你要想說李文中 李文中以前是所謂的科技業的大老闆 對 他光他自己把這個他的公司處分掉 他下半輩子其實是都不用賺錢的 是沒有問題的 他幫你柯文哲來當你的顧問 來當你的這個董事長 其實為了就是幫柯文哲 打點好這些政商關係嘛 那現在出事了 你把我做切割 我認為李文中不會扛啦 不過我要更進一步的去回頭看 就是說 因為柯文哲在這個整個案子裡面的發展 讓人家非常訝異的是什麼 他跟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剛開始他們都講說 我不知道啊 我都不懂啊 我都沒有專業啊 可是現在你知道嗎 四叉貓在禮拜五 金華城的同仁 7個人被列為被告之後 進一步的去查 這7個人都在2020年的3月24號到3月26號 密集了捐款的上限 30萬 給民眾黨 那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在回兌過去 所有的資料裡面 你就覺得好可怕啊 柯文哲跟金華城是 柯文哲做一個動作 金華城就有一筆錢 柯文哲做一個動作 金華城就有一筆錢 怎麼說呢 你看喔 金華城是在3月17號 把陳情書送到台北市政府的 3月20號柯文哲交辦都發局陳情書 然後都發局咧 在3月23號的時候就起草陳情書 你知道這中間只有差了兩天 這兩天是3月21號跟3月22號 你知道3月21號跟22號禮拜幾你知道嗎 6月 禮拜天耶 禮拜五收案 禮拜五就禮拜一就起草好了 就等著給金華城 哪有這麼快神速的事情 然後重點是3月26號黃錦茂喔 3月23號已經朝你完了對不對 對 都發局的局長一直到3月26號的晚上5點05分 才核定金華城的公文 大家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3月23號就已經請你好了 3月26號局長才核咧 現在看來這段時間 就是在等這7個員工把匯款匯進去啊 所以市長一面交辦金華城的陳情書 對 民眾黨的黨庫一面就收威京員工的捐款 你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零貨良氣 這真的讓人真的非常訝異耶 就是每一個動作它都有價錢的嗎 這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柯文哲過去說啊什麼財團啊都刀叉吃人肉 結果沒有想到你比財團 你比刀叉吃人肉的還要更可怕耶 你是直接用手拿耶 而且除了這個時間點之外 另外去對比出來 陳佩琦在ATM存款的時間 是3月10號到4月14號耶 4月14號是什麼日子 4月14號是柯文哲內簽 要求都發局把金華城案 直接送到都委會簽合的日子 所以你看每一個日子 每做的一件事情 它後面都有金流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會不會挫著一戰 當然挫著一戰啊 會不會沒辦法交代 當然沒辦法交代啊 所以只能胡周嘛 就說我都是這個公開的啊 政治現金都是這個公開透明的 但是這一些公開透明的錢 如果是來自柯文哲違法 送給金華城隆基 再怎樣都是違法的 好 武董你說辦到這個時刻 你還收押人 辦到這個時刻還有新的證據 代表這個案子已經開花了 這個案子柯文哲已經跑不掉了 對 我今天跟吳宗憲立委 有請教這個事情 他說到這個階段還能收押 還有收押 還有能力收押人的話 表示這個案子 這個對這個被告非常不利的 因為一直有新的東西出來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朱雅虎已經承認 承認他有行賄的事實 那就問一個問題了 給誰 那個錢誰給他的 錢誰給朱雅虎的 那朱雅虎錢給誰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錢怎麼來怎麼走 我現在關心的是 朱雅虎會不會拿薪水去行賄 當然不會 那誰給他錢 小省給他 對 小省給他錢嘛 所以朱雅虎有沒有可能扛下來說 這個行賄我一個人幹的 跟小省無關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 扛不下來嘛 那扛不下來的時候他認罪了對不對 他認罪的時候小省認罪 小省非認不可啊 那沈基金認的話問題多嚴重你知道嗎 多嚴重 八百四就非了嘛 犯罪了嘛 對 你要守八百四 守沈基金從頭到尾不認罪的理由啊 八百四的容積率 就是為了八百四容積率嘛 現在朱雅虎一認 這個骨牌馬上推到沈基金你到底認不認 對不對 所以除非朱雅虎帶走 從頭我一個人幹的 錢也是我的 我又講不通嘛 他如果帶走 現在就不會認了 金流 因為金流 那個錢是從公司怎麼出來 怎麼到裡面去 所以那個東西的來源就是來自去小省 那他今天認了嘛 他認了 認了是給了 給了他是行賄的嘛 這個行賄這個動作已經完成了 所以他認罪 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可以推斷 這個案子 變成一個犯罪行為大概確定 確定的話 我只關心錢嘛 就是八百四的容積率能不能保住 大有疑問嘛對不對 所以那沈基金有沒有必要 還要一直在維護這個 我不願意咬柯文哲 對 那這個就動搖了嘛 這個基礎動搖 就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 我們現在講的另外一個就是李文中 李文中這個人 我跟他見過好幾次面 他從在台北市政府 當這個柯文哲辦公室 我就見過他 那不熟 但是我了解這個人 那個檢察官拿了資料給他看 他否認嘛 他否認就說他金見 說他金見我還是講 李文中大概一個禮拜 他就會走他 一個禮拜 因為你知道嗎 我這兩天為這個事情 我特別找了一個 也跟一個 曾經有被收押禁見的人 談過 你知道嗎 一個朋友我就問他 我說當時你們收押禁見 是什麼情況 他說我跟你講很簡單 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兩個人間 一個是三個人間 所以兩個人呢 兩個人的時候 你知道吧 大家兩個 你知道 平常在睡覺的時候 那個手要這樣併放著 那個手如果弓到這一下的話 對方就醒了 他完全沒有辦法睡的 就貼著 就是手上那一下 就醒來了 他就很痛苦 然後兩個人很痛苦 不能翻身 他們翻身 手會碰到 晚上醒過來 然後兩個人在裡面講話 在裡面講話 講話講 一開始第一個禮拜還可以的 到第二個禮拜 話都講完了 沒辦法講了 沒有話講了 那跟華人怎麼辦你知道嗎 他想了一招 因為關係不錯嘛 就跟那個御方講說 再加一個人進來 三個人講 三個人講起來 又有話又多了一點 所以這個 我看李文中頂不住 李文中頂不住 好 那我現在講那麼多 所以只有柯文哲這種 才在裡面活得下去 柯文哲如魚得水 因為他不跟他講話的 對不對 他是活在自己的天地裡面 柯文哲跟別人不一樣 除了柯文哲這種人以外 其他每一個人都要跟他講話 那我現在講李文中這個人 第三個 我認為說他的問題非常嚴重 他大概兩個禮拜就投降了 一兩個禮拜就投降 投降的話 李文中多重要你知不知道 所有柯文哲的私人的帳 總共是他的 我都懷疑當時那個 你講的那個林周明去咬他有沒有 對 就當時他代表柯文哲 去跟遠雄談判的啊 遠雄跟他有沒有案盤不知道嘛 所以今天這個李文中 李文中如果要投降 要當污點證人的話 那個才是真正的大炸彈啊 那就把柯文哲這幾年來的 所有的爛事情全都爆出來 對 因為那都是金流 沒像是金流 那檢察官不會放過他 你要講的越多 坦白從寬抗拒從原嘛 對 所以李文中才是 是柯文哲於死地的一個關鍵人物啊 因為這不 我們不要談金流浩城 大小案件 狗幣倒閘 都有 都是他幹的嘛 都是他幹的嘛 所以他弄了一堆錢 都是他在搞錢 那李文中這個很好 端端在大陸做生意 對 那他同學要叫他回來幹什麼 他也沒有專業 他也沒有當過公務員 他懂什麼東西 懂企業管理嗎 搞錢 都懂搞錢嘛 所以現在這個事情難看待 最後李文中一筆爛賬 所以檢察官如果願意接受李文中 當污點證人的話 柯文哲那個金流的事情 通通曝光 我告訴你 爛得臭不可聞 對 包括我講的 我朋友給他一千萬的事情 一千萬 通通家層他都有賬 所以李文中的重要性 他是一個真正最大的一個炸彈 會把柯文哲炸得屍骨無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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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